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預期 外國部分政客會繼續抹黑 試圖令香港失去國際金融中心等優勢 已經有準備應對 同時邀請更多人來香港實地觀察 他們想什麼呢 就是想將香港去功能化 將我們的角色模糊化 令到我們無法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 令到香港無法幫助國家 做好我們的發展或民族復興 外國很多朋友其實是深名大義的 也不是這麼極端 商界的朋友也好 甚至有些政客也好 我相信有我們的朋友 那些是要繼續跟他們保持好的關係 甚至要交多一些新的朋友 其中一個就是香港真的要邀請多人來 我們要走出去 但是要邀請多人來 Seeing is believing英文 就是邀請多人來看 這樣我覺得是最後的方法 去排除一些不實言論的影響